這是歷鬼 各位 兄弟兄弟 大家 心情還好嗎 心情直接 我們今天走路四人的訪問 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好 那 一隻放這 對 我們後排兩隻麥克風 我們同意用麥克風回答 謝謝 好 那先 問一下大家 現在心情還緊張嗎 心情還緊張嗎 用麥克風 麥克風 為什麼每次都推給我先講 應該是有開的吧 他應該是中這個Soba 有 喂 我是很想演唱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因為我們剛開始跑完很多場應候 然後做了很多場跟觀眾碰面 然後我覺得反應都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我不緊張 我很期待開麥的時候 的盛況 是 我也是這樣覺得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就這樣 應該要唱兩次那個愛的 只有你前幾天去應候 然後觀眾供你唱 你說不可以輕易唱 對 愛的視線 超級 不行 好 突然變超級 不可以 今天是說不可以 欸怎麼樣 緊不緊張 對 緊張喔 刺激 對 對 好像也緊張也沒什麼用 所以就 分析自然 好可怕 會硬緊一點 他沒點一下 他有 他有 嗯 昨天是有一點點睡不著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比起緊張 好像更多的應該是 興奮會比較多 我覺得好像 自己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終於要發生了 然後他終於要跟大家見面 然後我也很想要聽聽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那上一次這麼興奮是因為什麼事情 上一次喔 見到這個時候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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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魔法對付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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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這是天上 對 複製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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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大家的反應 因為我們 我目前遇到是比較偏年輕的觀眾 所以我靠奇的是 其他領域的觀眾的反應是什麼 我昨天睡得非常好 哈哈 睡到今天早上還差點睡過的 哈哈 我對於我們的電影非常的放心 他絕對會很大反應 這就是我的心情 等他分享一下 後排的朋友 可以 communica 明天上司訊息的分享一下 從小尾開始 我非常非常期待 跟非常非常害怕 因為害怕如果破五一的話 可能拍鬼才知道二 哈哈 沒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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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先跑的部分 然後他們都很驚訝說 欸 你們又被剪掉欸 我很怕找不到你這樣子 戲份蠻多的 所以我蠻開心的 因為這一部 我之前也是先看過 但是有人還沒看過 就是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有信心 因為我自己笑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非常的不害羞 邀了非常多的好朋友來看今天的戲 然後呢 非常好搖 因為口碑已經沖出去了 所以大家都是說會到就是會到 所以我覺得這點大家是 我很有奇蹟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喜歡的一個很好的戲 對 我覺得我是這十幾位裡面比較新鮮的觀眾 我前幾天才第一次看 看了之後我相當的興奮 然後又加上我本來沒有看過緣分的劇本 然後我覺得這會是全村的希望 誰跟你同一村 我自己昨天晚上也是相當緊張 因為那個男子兩百公尺浴賽 好刺激喔 追得很辛苦啦 但其實因為這次也是第一次有機會 能夠參與這麼大規模的電影拍攝 然後看到整個 我是看完過全部內容的人就覺得OK了 這個票房壓力絕對不會有 大家拍的都太好了 我只是小小讓我機會沾個廣 感謝各位 我的部分也是非常期待 因為我身邊的好朋友們都是看了預告說 蛤 你有臉鬼才知道 一副就是你怎麼會演那種角色 好 所以我今天是第一次看 我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我身邊太多人已經看過說 很好笑很好看很好笑很好看這樣子 對所以今天的手藝 我已經準備好我的那個熱情跟熱忱 來看這部電影了 謝謝 所以眼肉牙眼肉牙 他要認不出來 有有有有 誰認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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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不出來 漂亮 不用 請你解釋 神經上面呢 那當然也很開心 很緊張可以參加這個作品 讓我和董燦 就是給他一個收掉的人 讓我可以看見 謝謝 謝謝 受眾人可以講 緊張其實有一點 因為我媽從南部上來了 然後因為這部片子其實講了很多 關於這個世代的焦慮 然後我就很好奇說 長輩們看了到底能不能理解 我們這一個世代的焦慮 所以我非常害怕我媽很害羞 我今天晚上應該會大喝一頓以後 就是晚上十一點後再回家 你喝酒小心喔 千輩千輩 好有資格 直接讀了 對對對 全世界最有首的 有四個人 對 那因為現在正逢鬼月 然後前幾天也有辦一個 給好兄弟看的場 有沒有特別覺得說 因為這個電影的題材 而且這個月沒有其他的鬼片 然後有沒有特別感受到什麼助力啊 或者是什麼 發爐的情況 應該是說 我覺得感覺蠻和平啊 那前幾天那一場 其實 我覺得能夠辦那個活動其實蠻感人的 因為我們其實這部片 並不是 傳統的這種把鬼描述成 就是一個很張牙無抓很可怕的那樣子的存在 其實比較像是 站在他們的立場去 理解為什麼他們 拚了命的也還想要留下來 也許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羈絆 也許有他們無法分別的人 也許他們還有放不下的事情 對那我覺得 如果可以透過這部電影就是 安慰一下這些存在 我覺得是很動人的事 所以那一天的那個活動 我其實覺得蠻有意義的 那有碰到跟你說謝謝的朋友嗎 目前是沒有 希望他們喜歡啊 希望負評不要太多這樣 沒關係你看不到 你怎麼知道 老闆想問一下 因為首映了嘛 通常負免書都還是有 希望可以開一個票房公約 那大家自己有私下討論過 沒有啊 我好像沒有什麼 這方面的預期 會休閒或破三次的紀錄嗎 就我覺得不要 不要賠錢就好 就是就是對 安全就好 不要賠錢 因為最近看到你上一些節目受罰 有覺得你好像心還是很累這樣 就有一種 哪次不累 有一種好像拍完之後 就想要退休的感覺 是不是 我的確現階段是打算休息一陣子 對 就是覺得說 真的連拍兩部長天 其實我覺得是蠻幸福的 對 但是我覺得以鬼才直到最後的結果來說 我覺得做為現階段的一個 羞恥的男朋友 羞恥 對 所以等於說大家可以把鬼才當你最後的部片來看 暫別影 然後拍完就暫別 就是暫時 要跟人求醫生 對 說不定下次就拍一個青春愛情故事 走開啦 進去拍 那因為之前那個返校很厲害 然後大家都很期待還願 但有聽說你好像 可以問這個嗎 就是不會碰到 不會再拍還願的部分 那對對對我已經從還願的工作離開了 喔 對 就是因為真的就是像剛剛提到 因為連續拍兩部長片 我感覺到就是自己的身心狀況 需要一個很強烈的休息 那 所以就像 列姊他們親自 對 因為那個題材我覺得再拍下去 我應該真的會瘋掉 青春愛情 青春愛情 很堅持 對 那 因為 周末都已經陸續跑了很多活動 有沒有碰到哪些觀眾的反饋 是讓你們很興奮 我 印象深刻 什麼什麼 你剛剛問一下 印象深刻的反饋 有沒有很大哭啊 或者是 應該是說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做這部片的時候 真的是像剛剛收手講到 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們想要寫給我們這個世代 以及我們這個世代以下的 年輕人的一個故事 對 所以 我覺得在 如果我們其實自己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還是會蠻低酸的 就是 看好幾次都還是會難過 然後 所以看到觀眾 其實 很多觀眾的確是看完之後 是 熱淚盈眶的跑出來 或是心情非常非常激動的跑出來 告訴我們說 他們真的很謝謝我們來的這部片 其實我覺得真的 這樣感覺起來應該 讓我覺得最最暖心的地方 是原來不是只有 我們在經歷這樣子的 很痛苦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真的可以給他們的安慰 我覺得好棒 對 那你有看到王金被觀眾問說 餵戲真胖了多少 的部分 就是大家有覺得 在螢幕上看起來很胖嗎 我說觀眾 我不是我們 有 好像就是會覺得 呃 在戲裡面的狀態 跟 現在有一些落差 但我覺得這也是就是 呃 造型師也好啊 或造影也好 或整個劇 以及當時我們在討論角色外型的 定位上面 有做到的地方 所以覺得很開心 所以並沒有真胖 只是看起來胖而已 電影是16比9 他現在是4比3 欸 4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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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宣傳鬼才跟正感 喔 喔 對 不然 我還想說 我最近蠻元気的啊 那還還OK啦 還OK 都挺好的 怎樣 喔 辛苦了 不懷好意的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 是為止 那 自己有沒有講一下 如果真的後翼 有沒有打算要做一些事情 呃 這個要問老闆娘 是不是應該要開 很多事情說出來 又不會成功 所以是不想講這件事 到時候再說 對 如果蠻元気 真的很希望 接下來有機會 可以邀請很多 奧運選手 來看這部片 奧運選手 他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這樣子 就不論有沒有獲得 任何獎項一次 對 希望可以有這個機會 邀請他們來 我相信我 聲音不需要麥克風 OK 剛好也符合這部電影的精神 對 每個人都有才華 我們都很期待 普林哥就是演唱 現場的部分 有沒有機會看到你solo整首 對 你想看 這個要問老闆娘 又是老闆娘 老闆娘 受訪就好 心中 心中是有個數字 但希望就是可以做到那個數字 現在不能講出來 然後要叫 不能就出來唱跳 要solo嗎 全部一起 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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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是一個團隊 我們只是小巨蛋那一團 哈哈 小巨蛋唱一首 小巨蛋包一首 就像你 小巨蛋第一團 哦 怎麼在投手秀上面 跳 跳 沒有實在哪個視線 本來壓軸是什麼 現在誰要壓軸是誰 炫耀就是那個誰 炫耀就是那個誰 炫耀唱一首 沒有成本應該是壓軸 對 真啊 我們也可以邀請老闆娘 邀請我們兄林 就他不來 OK 那想問柏林就是 現在跑了幾場 自己有聽到什麼 自己覺得 比較印象深刻感 比較感動 感動 其實 很多耶 而且我覺得每一個觀眾的理解 跟感悟都很不一樣 對 然後 很難 很難用一個答案去回答 可是整個feedback都蠻好的 然後甚至有很多 因為電影還沒有上 其實已經有很多 已經三刷了 就三刷到四刷都用 對 所以 就是值得一看再看 然後他們每一次看 其實都會有不一樣的感悟 然後每一次看 會從不一樣的角色上面 得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對 那我覺得希望大家 可以多看幾遍 這樣子 Yeah 那雖然不是第一次聽到你唱歌 但大家有沒有對這次 你的新的單曲 有什麼評價 有沒有 就敲碗再讀出專輯 身為黑力 請力的部分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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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鬼才知道 鬼才知道 然後我都 我現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是誰 還是 大型新人 對 就是我不知道 我現在是在哪一個時代 我現在 就有時候我會把自己放到 我好像剛出道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又好像 我已經出道二十幾年了 就是 不斷的在來回的跳躍者 然後 也不斷的提醒著 就是鬼才知道 這部電影跟Makoto這個角色 也不斷的這樣子 給我這些東西 對 對 哇 嚴肅 不是 好緊張 對 但比起出道的時候 現在心情應該是 很容易比較輕鬆的吧 而且你最近都有喜劇 其實不一定 欸 就是 對 因為喜劇沒有辦法 真的 然後 想真的 因為這個角色 會常常把我帶到怡情的感覺 對 又很像是 剛出道的那種緊張感 也會有 對 他不是說已經 好像已經老鳥的感覺 對我而言還是會很 對 很不真實 對 因為我出道的第一齣戲 電視劇是我可能不會愛你 喔 對啊 然後其實 我相信多位觀眾這次一定可以看過 看到就是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陳柏林 我確定這件事 哇 劉翰 對啊 對啊 那柔有什麼感觸嗎 這一路來 那邊 這一路來 這一路來 你是說這二三十年 從我出生到現在 我覺得我那時跟大家一起去考慶院的時候 雖然很多年輕人 可是其實我發現有很多是 像是 像是弄女兒帶爸爸媽媽去看的 然後我看他們看完之後都留下來 我自己是覺得 滿感動的 然後其實 其實凱薩林的這個角色也是讓我重新思考的一些事情 也重新遇襲了三十年後的自己可能會變什麼樣子 希望是一個受人尊敬的淺飛 OK 先感受一下 先講好 所以 龍龍剛才有說到 就是有想像過自己真的變成大前輩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Hungle一點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要是 善良並且提吸後輩的 就是 傲嬌 傲嬌這樣幫我去跑腿啊 他就是覺得會想要分享很多經驗 而且一定會從他們 呃 炯炯 有神的那個眼神出 重新回想自己 例如剛出道的樣子 二十四五歲的樣子 三十歲的樣子 會是什麼樣 所以其實我 這一次跟進 呃 四五年前跟他演出 跟這一次跟他演出 我其實也看到他很多不一樣的階段 也看到 某一些他階段 很像我以前曾經 感受到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希望就可以 呃 同時看著 大家 然後跟自己講 不忘初心的王后子 所以就看到他 炯炯有神的 炯炯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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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炯炯有神的部分 很多的疑問 但是啊 我有想到有一個 就是我有說到一張 還蠻有趣的卡片 就是那天 炮我們那個 靈魂的時候 然後他是跟我說 他其實沒有很喜歡我 蛤 謝謝 但是他是 就是被他被 就是 但是他原本對我 沒有特別感興趣啦 但他後來在 應援機會下 他覺得這個題材特別有趣 然後以及有在網路上面 看到一些不同的 發酵口碑等等 所以他就有搶到 這張票這樣 然後 他就是 看了以後還是沒有很喜歡 看完之後覺得更討厭 果然是因為他討厭 對 這真的還蠻討厭的 真實了我的想法 他就有說 真好大概跟我分享了一下 就是 他覺得這也會是一個 他會很想要跟他一起看的影片 但那絕對不是要責備 或者是說要責怪還是什麼的 只是想要 告訴他們說 我們也很努力的 再用我們的方式來回饋你們的期待 因為我們愛你 因為我們愛你 這樣子 對喔 他還是沒有說阿有沒有 愛上你們 他就是想要跟不來 他就是 他迴避的重點 是一個官方回答 官方回答 大家想問一下那個 超鐵齒的組合 超鐵齒 超鐵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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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這一次 快轉快轉快轉 沒有啦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我們在演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在演什麼 然後老實說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拿到全本 對 然後我們只拿到我們那一場 然後我們要達成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就開始歐白公圍了 對 對 而且導演記得 那時候有跟我說 他不知道YouTuber要幹嘛 然後就一直問我說 你們都在幹嘛 所以 所以我們其實是現場在發想的 對 我們只走一次戲 就是拍一次戲 然後其他都 我們拍四五次 我們只拍一次 我們只拍 我們拍四五次 因為他們的角色 因為他們的角色就是 欣龍來 其實就是希望有一個真正的 跟YouTuber比較熟悉的 所以他其實我是因為寶宋明兒 是YouTube顧問 YouTube顧問 你是顧問 對 然後真的有他在 他真的有太多小小的細節 是我們 平常在看YouTube 就算你每天看都不會注意到的事 對 所以他們之間的那個 排練其實 希望他們是即興 也是因為 那個東西如果全部用誰的 就不會那麼生動 然後我記得 他都在現場跟我們講說 喔這地方會怎麼剪 那地方要怎麼樣做 那地方要再誇張一點 對 然後我記得 因為你是負責長鏡 那個鏡頭我們要自拍 然後你的角度 就是只會拍到你自己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是沒有 我們不會這樣子拍 但我們兩個都不會 在鏡頭裡面 旁邊也有人YouTube大前輩 對 對 對 但是我比較幸運 因為我有本 喔 謝謝 我師父還不曉得啦 對 還不曉得師分多管 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 你還沒看 對 你還沒看 對我今天真的是手看 喔 手看 對 你也算吧 也是啊 我都是有腳本 所以只有你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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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他們 你們三個要受到驚嚇 或者是吐槽 他們那個反應 都是很即興的想出來 沒有啦 其實老實說 後面那段我們有排過 因為那段動作比較複雜 所以那段是有排練的 主要是一開始在 電影開頭 我們三個 要錄那個YD影片的時候 對 那邊是比較沒有 完全freestyle 就是有給他們一個方向 所以你真的 所以你真的掛我 所以你真的掛我電話 跟快轉傑西卡的影片 是你自己想的嗎 我自己想的是不是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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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有在劇本 就是戲劇動作都有在劇本上 可是中間 對 對 就中間要講什麼 他們自己決定 這樣子 對 只有那一段而已 對 人家大會是會害怕的 對 現實人生裡 沒有機會掛榮榮的電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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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記得 你在看那個電視 那個Mapoto跳出來了 你就什麼好 你是電視裡 你華是內心的吧 你好像是自己新家的對不對 哇 他的內心 真的假的 沒有 沒有 不是因為 真的蠻樓圖的 不是故意設定成那樣子嗎 然後我就是要這樣子講 這個特效 連我媽都做得出來 那句是幾姓嗎 不是 是 是 因為是我說 好 那我先下櫃好不好 對 對 突然想到 對不對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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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之前剛好都 賺到其他的 沒有 這其他的就是訪問啊 還有 我有拿到 還就說出差啊 好多移動喔